本土民主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喜悟 myradio.hk 黃毓民、李怡聯合申書發布會 9月26日下午3時 普羅政治學院 報名請將姓名、電話、電郵至 hkpolitariat at gmail.com 名額有限 以赴9月月費網友優先 查詢請電2467-3088 myradio 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10月16日晚 黃大仙副林皇宮 300元及1000元門票 現已有售 購票查詢請電2467-3088 姐姐,今天水務處有人上來問我們有沒有交水費 是嗎?我早就交了 跟myradio的月費一起交的 蛤?是不是遲了交? 不可能 可能他們吃飽飯沒事做 每個月我都在月尾交myradio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是否會走出來說不認同 去跟他們劃清關係呢?不會 和理非非三十年 有用嗎?雨傘革命可以更勇武起來 但是一班正棍左膠用和理非非 將整個革命構造化 勇武抗爭,香港建國 素人爭執,省眼喜宜 好,回到第三節的素人喜宜 看到畫面這張圖就要跟大家報一報 今期中秋金多寶的綠合彩絞珠結果 就是二號、十一號、十二號、二十五號、三十六號、四十三號 而特別號碼是十號 頭獎就半住中,為何半住呢? 因為現在是十元一住,所以去買五元 可以買五元嗎? 半住中 好像可以的 好像可以的,我剛剛看到0.5 我也不知道怎樣報 為何要報一報這個綠合彩呢?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深信這個革命的資金就是在馬會那裡 就是我們付出少少鄉貝奇買十元 或者等一些金多寶出來的時候就試一次 如果中了就可以… 革命嗎? 賣溫貨 之後就可以大大聲逃亡之風 是呀,因為想講一下中秋節 就講一下這個中秋金多寶 好,希望中了半住的那個是你 就可以把資金捐去你認為 幫到香港武裝起義的組織那裡 好,這張圖可以收起來先 以武制部轉頭來講 講到中秋節就講一下香港 我們下星期是中秋節 是呀,下星期是這個星期日 這個星期日就是中秋節 是呀,總之中秋節就來到 是呀,星期一 是呀,中秋節就來到 一還是日呀? 一呀 什麼一是人來的? 一是人來的 逆日來的 之後呢? 是呀 然後呢 就講一下中秋節 賣Radio就在深水埗附近 出入深水埗,長山環一帶 還有一些舊區見到很多 關於中秋節 你們會不會玩燈籠? 不玩啦 不玩啦 我們去一去幾張圖先 這些就是深水埗 還會買一些紫燈籠的地方 再去一去下一張圖 那這些舊鋪呢 他們掛在上面 就是給一些小朋友選 再去一去下一張圖 那這些叫做傳統一些的燈籠呢 我都不知道香港還會維持多久 因為我這樣看 很多都已經 玻璃子啊 或者咒子的燈籠 很多都已經 不是香港人手工做啦 都是大陸輸入下來 這樣 我也不知道這些傳統手藝 會不會再過多幾年 就淘汰了 因為現在的燈籠的花款 都越來越多了 譬如出一些催器啊 又或者有些膠珠燈籠都有 那這些圖可以收回去 那為什麼要講一講這些呢 就是其實上個月 就是農曆七月十四 本來我也想拿一節來講一下 關於余蘭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余蘭節呢 其實香港保留了很多本土的一些 慶節的儀式啦 祭典啦 但是呢 在這個 就是中共管治下的 就是中國領土 就是他們就缺 已經是沒有了很多這些 就是中國文化啦 為什麼呢 因為余蘭節一定會有很多鬼怪 但是這些全部在大陸都是禁止 包括電影都不可以拍鬼片 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你要拍到鬼片 最後沒有鬼才可以上映的 其實都真的挺恐怖的 因為看過 忘記了那套戲 整套戲是沒有一隻鬼出現 但是它是做到那些氣氛 很驚嚇啊 那些打入共產黨市場店 回來為什麼要講中秋節呢 因為中秋節其實都有些革命訊息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八月十五殺塔子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故事呢 因為就是朱元璋在元末起義的時候 有一個暗號 那這個暗號就放在月餅裡面 放在月餅裡面有一張紙 那些漢人咬到月餅 就看到原來中秋節要起義 然後朱元璋就揭竿想反元朝 但是袁軍的監控很嚴密 就傳不到一些訊息 可能好像現在黑警看著我們 我們要出來見面 就這樣說話收起電話 現在看著了 現在看著了 現在就已經看著了 但公民會又看著了 那他們就傳不到消息了 剛巧那時候就差不多中秋節 那劉伯溫就憲計就說 在月餅裡面夾著那個字條 就傳訊息 那上面就寫著 八月十五殺塔子 這個其中一個版本就這樣說 另一個版本就說 月圓殺塔這樣 那大家可以約定在八月十五那一天 就起義 大家一起殺一些塔子 那八月十五殺塔子 也曾經成為革命黨鼓動革命的口號 那這個… 即是辛亥革命嗎 你講的 是嗎 是啊 辛亥革命那時候 這個故事 劉伯溫還有 你知道什麼是蕭餅哥 哦 知道 蕭餅哥 對 蕭餅哥 類似 即是推背圖那一堆東西 對 推背圖那一堆東西 就是因為以前 大家讀過中國歷史 或者一些民間傳說 都有講很多 很多高人 可以好像現在的國師 預測到一些 將會發生的 在政局上 時事上 會發生的一些語言 那當時呢 這個故事是結合了 劉伯溫、蕭餅哥 這個語言 即是滿清滅亡的傳說 那就用蒙古影射滿清 配合這個驅除塔路 恢復中華的 漢民族革命的宣傳 那時候他們就叫反清排滿 我們現在就叫反共排王 那中秋節有這個革命訊息 下個星期 即是過幾天 中秋節你們有什麼做呢 那一天 下午會敗街站 敗街站 那我呢 即是 我在屋邨大 我記得 我很小時候 都還未 即是煲蠟 都還未是 不合法的 那我現在都不鼓勵 那些人煲蠟 但是呢 我就很喜歡玩那些傳統的燈籠 為什麽呢 那些紫燈籠 誰知道蠟燭 就比那些膠燈籠 用燈泡好多 不過呢 玩紫燈籠 就真的要小心 因為那些蠟燭 就很容易 你可能拿歪了一點 就燒著整個燈籠 我小時候 每年都一定燒了幾個燈籠 不小心 那如果你燒到那些燈籠 又不知道 劈了去哪裏 譬如 如果你不小心劈了垃圾桶 那一分鐘又燒著垃圾桶 那就不好 那大家 在中秋節當晚 你無論玩蠟燭也好 都千萬千萬就要小心 就不要 導致有火警 又燒傷自己 就不好 這件事就一定要呼籲 無論大人和小朋友 都要非常之小心 這個火災 是的 那中秋節都差不多 那我們就繼續去講 這個義務制暴那裏 其實呢 例如中秋節 中秋節過後 可能隔不中 鋪立 鋪上癮 鋪上癮之後 又有不同地方 又有些著火的東西 其實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港共政權都會害怕 是的 尤其是 因為全港地方 尤其是公屋 屋邨 屋邨大 譬如樓梯角 很多小朋友 聚在那裡玩蠟燭 去樓下公園 又有 周圍玩 因為當晚 就 武器管 什麼叫武器管 就不是說 什麼部門的人 純粹是家 通常家人都會 放鬆 就讓你出去 跟朋友玩 就不是很管理的 那你那天就可以自由活動 是的 是的 那一講到這宗 就今天 都要提一提 今天有一宗就是 之前有一個 上水企圖中火案 那今天就判了罪成 那他實際的控罪 就不是 告他企圖中火的 公居意圖 不是 他就是 就是告管有物品 意圖 摧毀或損壞 他人財物 那這一條控罪 以往是 很少這樣 單一告這一條 通常都是 扔著來告 譬如 有個人可能真的去 譬如 有些畜生 很喜歡去 有些收樓的時候 可能用火弓 逼人走 畜生地殘 畜生地殘 那些畜生 被人捉到 就會被人告 園牛 田生 你開名字 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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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人捉到 放火的 就會被人告 中火 或企圖中火 然後就會搭著這一條來告 因為通常 那些斷正 或者被路電視 再拍回去 就會發覺 他當時身上 可能有一些異議物品 或者火機 等等 就會告這條管有物品 意圖摧毀或損壞 他人財物 因為他怕中火 或者意圖中火 那條進不到 就再搭一條一起告 其實這些 這些 剛剛說 如果又又又 不小心 著火這些 因為剛剛 今天會去講 討論 都做了一些資料集 都是梁天琦幫我做的 就是講孟德拉 那孟德拉 其實當時他在 他整場抗爭裏面 其實他有一個軍事組織 叫做民族之財 民族之財 他是做總司令 但其實他的武裝抗爭活動 是有些可以參考下 例如是什麽呢 確立傷害最少 而又足以震懾政府的破壞活動方針 他認為只要在破壞無效的條件 而足夠的情況下 才可以向恐怖活動 或者游擊戰發展 即是其實在革命 或者在武裝起義之前 其實都還有一件事 是可以暗瓦底做的 其實就是暗瓦底去破壞一些政府的 建築物 但我就不是主張別人這樣 我講歷史 是歷史 在孟德拉的時候 就真的又這樣做 其實這件事 例如開頭一個人做 其實這個王陽達之前都講過 如果有一個人做 兩個人做 慢慢越來越多人做 那其實這個 最令到國共政權 覺得威脅的是什麽呢 他根本不知道後面有幾多人 還有不知道什麽人 他又不知道什麽人 他不知道那些人瘋到 到什麽地步 即是現在可能有人 BBQ一下垃圾桶 即是他不知道人家 下次是BBQ那裏 那裏 知什麽 或者是什麽 或者是怎樣破壞什麽 所以其實這些小小小小的去做 是對於這個政權 帶來一個很威脅 我知道本土派不同的支持者 其實大家 例如港獨 例如成邦 例如歸英 又或者有些是自治 那其實大家的 遠期目標其實都很不同 但是 我覺得這些行動 即是大家都是可以做 甚至乎如果有些人已經是 參考一下 都不理 都不理是 究竟成邦又好 什麽都好 總之我要革命 那革命之前 就一定要點起一些革命之火 去報下種子的 那不是無緣無故就會爆出革命 全部都是有原因 有一些前因後果 如果有人真的想推動革命 那我相信 有本土派支持者 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一些行動者 行動者 即是他們是希望會有革命 總之革命之後 就沒有了中共政權 這些 這些很難大家 在這個節目中拿出來討論 但是不要緊的 即是我們看回歷史 其實每一場革命之前 都有發生很多 都不是靈性的 就會有很多這些行動出現 是的 所以特別是不斷口說革命 但是自己又想人做 但是自己又完全沒有做的那些 其實革命 或者改革 每一件事都需要有人推動 才會有人做 就不是你不斷在講革命 革命 就不會趕了革命出來 要有人做 所以哪怕只是一小小的事 但其實這些事情都可以想想 但是一些保護自己的事情 就要做得好些 即是我這樣說是曼德拉 是 是 回到那個案子那裏 好 那個案子那裏 其實呢 原本就是 當晚抓了三個人 有一個就是 我想全程都說沒有話說 沒有招認 那最後呢 是撤銷了所有的控罪 就完全沒有事 就白白地還押 做一段時間就沒有事 那另外一個呢 又是 應該是 即是說了少少的事情 但是所說的事情 都未必是很致命 所以呢 最後也是 撤銷了那些什麼 處謀縱火 企圖縱火那些 那麽嚴重的控罪 只是告一些很輕行的 那單案未完 就 未有最新的 對啦 那今天判了那單 是 聚成了 那是壞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 壞昂糕 自己說錯話 是啦 我們不停說 為何入到警局 什麽都不要說 就是 就好像 第一個放走那個 就是因為他什麽都沒有說過 那他就 在口供上 正供上 錄影會面上 找不到一些可以 可以 入到去 charge 的地方 那就直接 要撤銷控罪 那這次這個 就真是 衰昂糕了 那 有跟警方 講過一些事情 還有也都是 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的電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 拿這些案例來做 反面教材 告訴你 為什麽你一定要 自己千萬不要說話 也都要告訴你身邊的人聽 千萬不要說話 因為你說話 有時候不是 只是捋到你自己 還可能會捋到其他人 還有就是 電話一定要好好保護 警察是 無權 開你的鎖 開你的鎖 即是 他威逼你有你 你都不應該告訴他 他都要花很大段時間 才有機會開到的 所以 有些甚麼重要的事情 都要小心 不要放在電話上 每天清訊 還有其實 穿好很敏感的字眼 都不要在電話上說 對 還有我留意這個案例 我留意這個案例 就是 新聞報道 他其實已經 開頭是做一些 很基本的保安措施 譬如 有些字眼 是儘量用 BBQ 對 用燒烤 用其他字眼 用一些暗語來代替 嗯 即是好像大躍亭去飲 對 去飲 這已經是一個很基本的 行動者要有的知識 嗯 對 那這宗案就是 就是這麽多 對 沒辦法 因為他在最早期的時候 落後宮那裏 壞了 還有電話那裏壞了 所以都 都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就是 這些基本知識 我們要盡量 spread多些出去 對 可能你聽我們節目都講了 我想都 很多次了 為何要不停再提著 還有要找些案例 再提醒大家 就是告訴你 那個嚴重性 那個後果可以去到怎樣 其實如果他沒有落後宮 基本上就不成案 就更加不用說 對 所以 都幾悔究 但是 剛剛他這些都是一個 異事來的 若果真是 若果香港真的有一天獨立也好 建國也好 這些人 其實真的要 給他一個名銜 好像陳雲那樣 插風 不是 因為其實真的 很多時候你不知道 一個人 他會 帶來一個挺大的影響 對 好像 我剛剛再提到 拉他做這些 這麼細微 這麼細微 這麼細微的 武力抗爭 其實是對政府造成的威脅 你不知道他無限幻想到多厲害 現在共產黨的幻想力 不知道他們全部是否把東西都在傻了 神經病 陳佐義可以說 說 香港是未依法實行去殖民化 其實那天我和田北佑 突然間我們回覆了 第一節 我們有第三節突然間回覆了 最好笑的是 沒有依法去殖民化 然後記者問他哪條法 自己找 我看了他整條片 我可以告訴你的 之後再問 你去看一看資本化 之後再問他哪條 你自己看看 這個是整體來說的 這樣說 然後 這個很好笑 好像最近TVB有一個新劇 肉經濟 對 張寶仔 其實本身這個題材很本土 講到香港的民間傳說 但是誰知道 平行時空已經成立了肉經濟 其實田北辰這些護狗 不是護主犬 立刻狗衝出來 講一些不是人話的畫 在他那天 我已經很準時去到 那天八點進到直播室 他兩條仆街都還沒等到 然後在等 聽聽陳志雲和另外兩個主持都吹嘴 然後在講講講 講到我開始講話 我開始講話之後 他兩個就進來 進來之後 田北辰一坐下 然後 他首先第一句 他已經好像 我忘記了他一開始頭幾段 他已經在問我 那你是不是中國人 然後我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你看看你的皮膚是什麼顏色 哇 馬上進去 然後我就馬上說 那日本人呢 韓國人呢 我忘記了 他基本上 田北辰在講話的時候 三個主持的樣子都是 就是 這樣子的樣子 就是爛爆頭 就是因為 每個字都明白 加起來就不太明白 還要他 整堆東西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是其實 我自己的看法 去殖文化 其實 本土運動都是去殖文化 他正確有一句 什麼黃皮膚就是中國人 是怎麼講的 他說什麼 你看看你的皮膚 你黃皮膚 黑頭髮 就類似是這樣 那這一隻 就是中國人 黃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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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幾條黑頭髮 又有黑眼睛 就是中國人 其實他是用一個很低的種族主義 我們前一隻 講波 已經講完 想不到他沒有聽 真的要叫田北辰 你知道剛才講話 我臨走最後 我拿一拿麥 我就要趕著做節目 歡迎大家 就上 myradio.com.hk 去看素人起義 然後就走了 我覺得下次 上電台 看到他們這些傢伙 都要叫他們看素人起義 可能他們會放 他聽了就不會太差 第二天 其實都不是第二天 那天 已經被瘋狂抽水 抽他這一句 就是用種族主義去區分一個人 種族主義當時在二戰還是一戰呢 一戰二戰的時候 造成一個很大的新靈塗炭 Facebook我看到有一個評語 我覺得真的是一絕 他聽過訪問 就覺得你是民族主義者 我陳夏明 我陳夏明 但一聽就 種族主義者 很麻煩 激進過你 激進過你 對啊 不是梁家傑那天 被我說他溫和 他都不屈 他說我現在都被人說激進 原來最能激進的是建制派全不辰 但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都在揣測 陳佐義說這些事情 是什麼意思 然後曾鈺成、譚志源 那些又走出來說 曾鈺成今天又說 不應該把陳佐義的說法 上升到中央的級數 其實我覺得 老老豆豆 陳佐義是共產黨的 是不是一個兩制研究 都記得他的名字 總之他很喜歡 派一些這樣的人出來 或者張曉明 小明 外圍共產黨 就說一些事情 說一些事情 之後去試你們的反應 又或者是說一些事情 與大相關的 給一些建制派 或者一些法民聽 其實我覺得他 說這一堆言論 我覺得他是為區議會選舉 和立法會選舉去試 不同的議員 和不同的官員 他們的想法 因為其實 有一些說法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有一些說法就是 建制派 其實有部分建制派 進去建制派 為什麼要做到自己這麼低質呢 實際就是要做一個 很差的例子 很差的對比出來 其實他這個叫做反間計 他是進去建制做間諜 就像梁振英那樣 到現在我也是覺得梁振英在間諜裡 很屑 行政會議 他不拿一本民族論出來 根本沒有人會說說道 他拿一本民族論出來 幹嘛懶惰 不是民族論 不是行政會議 是立法會議 不是 施政報告的不知什麼 在立法會議 當著全世界面 拿一本的東西出來 對 做什麼懶惰 一看就知道他真的是 高度評價這個學院 根本是幫他銷售 明明不是一個敵人 他馬上拿出來說 搞到香港民族論 再版再版 其實民族論 你覺得城邦論、民族論和歸英論 你覺得中共最害怕是哪一套 最害怕 民族論 因為中國有56個民族 其實民族論 基本上香港民族論 你可以做 中國任何一個少數族裔的民族 西藏、新疆、維吾爾族 其實民族論就是一個分離主義 台灣民族論 就是一個分離主義 就是一個分離主義 共產黨最害怕是什麼 就是最害怕分離主義 分離主義 因為他現在還是叫自己做共和國 這麼多種族的共和國 如果這麼多種族 他自己拿著民族論 然後去聯合國 要求民族自決的話 共產黨已經沒有了自己的版圖 所以城邦論是基於政治現實 去寫出來 我們不是否認 或者反對 否定成邦論 我覺得在本土派 或者整個江譜上面 有不同的江譜 有人更加去 惡意和中共有一個對立層面 有人嘗試逼中共去妥協我們 不是投共 是共投 這個是國師他自己都這樣說 其實這個是基於政治現實 還有有不同的論述 但是我自己覺得民族論是共產黨最害怕 而梁振英是要拿出民族論出來 他根本不拿出來 沒有人知道 他拿出來根本就是要瓦解共產黨勢力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預祝大家中秋節 就小心點火粥 小心點火 這麼不老禮 就不要買暴動月餅 就是這麼多 奇話月餅 即是奇話月餅 不要開名 拜拜 說出去了 ��는嚴重 非常之rone 臨 殺人